大家好,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款做法非常简单又好吃的核桃蔓越莓柠檬苏达面包 将柠檬洗净后用暴死器轻轻刮出柠檬黄色的表皮 挤出柠檬汁然后放一旁备用 将核桃和蔓越莓冲洗干净并切碎 烤箱预热至180度 在牛奶中加入柠檬汁 搅拌均匀,然后在室温下静置5-10分钟 在一个干净的大碗中加入自发面粉、盐和柠檬皮 喜欢有甜味的可以在这里额外加15克糖 用打蛋器将碗中的材料混合 混合好后加入打散的蛋液和牛奶混合物 这个时候牛奶已经稍微变稠了 可以看到细小的凝乳 用刮刀将面粉和液体大致的混合在一起 像这样,加入切碎的核桃还有蔓越莓 稍微混合在一起就可以了,不要过度搅拌 揉面垫上撒些面粉 然后把面团倒在揉面垫上 在面团表面也撒些面粉 然后把面团整理成球形 这个面团会有点粘手 操作的时候可以多撒些面粉防粘 将面团转移到铺好油纸的烤盘上 用小刀在面团顶部画一个X 放入烤箱180度烤30分钟或烤至表面金黄 美味的面包出炉了 厨房充满了柠檬与面包的香气 如果不确定面包是否熟透 可以将一根干净的木签插入面包的中心 然后取出 如果木签出来是干净的 面包就烤好了 放凉后就可以切片了 这款面包的外皮非常酥脆 内部则是柔软有嚼劲 柠檬的香味与酸甜的蔓越莓和核桃的味道相得益彰 无需揉面和发酵 制作也非常简单快速 赶快来试做看看吧 谢谢收看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点赞订阅及分享 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再见